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回忆的先知,诶,这不是,诶,是冲鸭,冲鸭不会真的是好哥哥吧,我记得现在第一杰克叫冲击,越南打杰克,真假的,先知空军入练佣兵,这套阵容杰克也能打, 打是能打,但是怎么说呢,杰克这个强度那真的不高啊,就只有喜欢的人打杰克,像我是因为喜欢打杰克,乌刃,甩,躲掉了,三岁,这把枪交的不错啊,还扭掉了这刀,乌刃,抓三岁的空军,来我们把他看死,这小伙子最近皮得很,插眼一插, 绕过来,吃一刀,好的,下一刀误刃带走,想要操作的话,这边先知顶鸟,进教堂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,但是进教堂有干尔道对我有风险,所以说他这边如果在这个地方倒,吃一个试点,在这个地方倒的话,我觉得这把捷克,也就是能保个平啊,也就是能保个平, 赢是很难赢的,板子破掉,下一刀误刃,空军必倒,不出15,不出15,必倒,但这个时间牵制的其实对于,呃,穷主阵容来说是够了,我们可以看到两台电机已经修掉,等于说已经修掉三台了,杰克抓第一个人,已经亮掉三台电机,意味着什么,意味着用命来救一波,只要他,如果他是无双救,他可以救第二波,外面两个人一人修一台电机都好了, 三岁这把的一个空军,嗯,给他打分的话,70分吧,就没有任何的失误,但是,呃,你想要做得更好呢,可能还有一丁丁,一点点空间啊,还有一点点空间,比如说就是拉开,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牵制时间够了,因为这个牵制时间确实够了,这边傭兵还想做坏事,要带着道具来救,做个人吧,还带着道具来救啊,或者说这道具带过去,他要捡了第二波救的时候, 再给你用,这样的话,这个空军就能牵制第二波了,第一波先薄命拉走,或者薄命稳定,大家看,哎呀,带道具,给你个巫人打双岛,那这边巫人没机会给,哎,给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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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打他个正盛哑的,打不到,打不到,双岛也可以,双岛的话还有机会保兵,这边还是要把道具给上,还是要把道具给上,哎,这用命,用命的道具,怎么说, 空军捡了个魔术棒,没捡好,魔术棒一交,那这边的一个换道具,战术是失败了,因为感觉,傭兵这边是不是换了一手,没换好呀,但这边砸了个头,我去,电击快了,傭兵倒了,这牵制来救一波,电击也够了,这把还是一个捷克的宝瓶剧,误人好了,一刀,漂亮,牵起来,傭兵,32%,问题不大,问题不大,这边挂地下室,对吧, 对,对,对,挂地下室可以的,挂地下室可以的,这波地下室有机会,有机会能平,有机会能平,赢的话,不敢奢求,好吧,因为这边还有入恋师呢,入恋师的灵鹫还没用过呢,开门战入恋师的灵鹫,呃,是必定能给到先知的,因为这两个人应该是见过面的,也不一定,我,我,我感觉这两个人应该是见过面的,或者说,这边就是谁,哎,一个落地刀,那这样的话,空军是个满血一刀,误人吃不了,三岁这边还想回头, 来抓我,抓我,别抓先知,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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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有一说一这把捷克打的没有任何问题啊,捷克打的没有任何问题,还打了一波双倒,就是捷克这个角色不太行,秒先知也没太大用,这边灵鹫应该已经换好了吧,可能已经放到了门边了,这边看套给谁,套给先知果然是有的,果然是有的,啊, 啊,要四跑,傭兵还要去跳个地窖,这个傭兵,还要把东西玩光,分数第一,跳地窖,三岁别走,留下来,打得好,打得好,求生者打得非常非常的好,捷克这边零食物被打了个四跑,就是角色,角色原因,感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